一一与内湖区里长打招呼听取意见 台北市长蒋婉安表示 内湖区是台北市人口第二多的行政区 因此市府团队相当重视 除了争取更多企业投资内湖发展产业外 对于里长反映的学校等基础公共设施建设需求 北市府也积极回应落实 去年我们跟内湖里长们座谈的时候 里长们的提案很多我们都一一的落实 军容里长去年提案说 党主墙的设计美化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就完成 将联国STG永续的图案彩绘完 也得到市民的喜爱 另外地龄里长去年关于台北国小校舍扩建 我们也已经正在进行都市计划变更 希望今年和明年我们就完成规划设计 最快明年就可以开始施工 这次座谈会一共提出18案 其中保湖里长邱显松建议 民生汐止线台北市段SB08站联合开发案 除了南北两侧都要设有出入口 更希望南侧这一块国有地 能纳入供托日照及区民活动中心等 满足地方需求 这块基地六百多坪 除了说停车场的规划以外 那我们也请市政府积极来 跟相关单位来是不是办理我们的公托 现在我们需求的最需要的 就是公托的 还有日照 还有我们的亲密活动中心等等 这个社会设施 据了解中央有意将这块国有地 辟建社会住宅 遭到地方反对 蒋万安回应表示 北市府将站在支持地方民众需求的立场 向国有财产署转达相关意见 并请立法人李恩秀协助争取 原本的规划是中央想要盖社长 但是我们知道地方有不同的声音 那里长是希望是有一些设施进来 民众不想要有社长 我们会帮地方把这样的意见 转达给国参署 那也会表达里长在地的需求 包括希望公托啦 社服设施等相关的 这些单位机构进驻 而不是希望有设在 我们会把这样具体的意见 转达给国参署 让他们知道 那我们是否的立场就是 站在地方民众的需求 所以这个我们会具体的表达 另外位于内沟里的五分皮步道 目前包括护栏及地板 约500处损坏 在地方反应下 目前已经有200处完成修复 今年也将选择两处试半 更换其他材质 来取代容易损坏的木材 北市府积极处理的做法 也获得里长肯定 我们五分皮的一个 狼道从警官改善1.0到现在 其实已经十几年 刚刚那个处长有讲到 那陆陆续续大概已经回损 大概500多处 然后就是200多处有做改善 那目前来讲 其实刚刚他讲的 我其实我都不用再说了 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满意的 因为谢谢市长还有区长 然后就是帮我努力这一块 我们今年先找两个示范点 我们先来做一个整修 那今年我们现在正在筹编 明年度的预算 我们就会编明年一次性的预算 明年就会整体做一个整修 整建 秀湖里里长谢明毅则关切 将纳入秀湖里办公处 及区民活动中心的内湖分局 大湖派物所改进进度 对此台北市警察局方面也做出回应 警察局将在114年编列经费来办理这个先期规划 编列了125万元 那后续在115年会完成委托设计的招标 并完成基本的设计 116年完成细部设计并办理工程招标 那全案在117年开工 依据120年完成 我希望在下令的市长内 我们市长的完工 这个是我们所有内务区的人 居民的需求 因为我们大湖 大湖海湖这块 活动的很大 很大的空间 底楼很漂亮 可以观察整个大湖公园的景观 脚案强调对于里长的提案 能做的市政府会马上进行 有些提案需要再做整体评估 则会跟里长好好讨论沟通 需要与里长合作提供内务区民众 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市政服务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文章 文章 文章